大家好 昨天呢我做了一些节目 就说习近平啊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四会议上呢 他下令中国的高收入人群呢 要更多的回报社会 实际大家都能听出来 这就是打土豪的2.0版 就是依法打土豪 那么这个命令一下呢 马上就见效 7月18号的深夜 腾圈的马化腾宣布呢 再捐出500亿 助力中央的这个共同富裕计划 看来呀这个土豪呀 不打也确实不愿意拿出钱 所以中共这个百年打土豪历史 还是深知土豪的心理的 他这个命令刚一向 第一个土豪就打出了500亿 我想呢紧接着可能会有更多的土豪呀 要供上自己的财富 要完的话那就等着社会主义的铁拳吧 这次在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上 习近平就明确说了 中国的分配呢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是初次分配 然后是再次分配 然后是第三次分配 这三次分配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初次分配是以市场主导的 就是邓小平的那个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个确实是在中国呢 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当然了这部分人大家都很清楚 实际主要就是中共内部的人 还有一些他们的白手套 这些人呢在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呢 是得利者那么现在呢 中共确实也缺钱 所以他就提出了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呢 这就是针对这个小地主富农的 就是相对的高收入者 那么这块呢他将会定一个指标 把这个多余部分呢 用这个高税收 富人税这种方式呢 把它收给中国 这是再次分配 那么第三次分配呢 就是让这些富人呀 自觉自愿的在社会舆论的引导下 在法律的监督下 他们自愿的来回报这个社会 这种方式呢 有多种 最明面的呢 就是以慈善的方式 把你的财富呢 交出来 可以说呢 习近平啊 就是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在这种重压之下 假如说这些富航 还想在中共赚钱 还想落得一个家人平安 那就是赶快交出你的财富来 向中共呀表忠心 实际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啊 很多这个所谓的富豪吧 他们曾经呀 有一种错乱 认为呢 他们跟赵家人啊 关系特别好 他们就是赵家人的一部分 甚至一些人呢 认为自己是红顶商人 以赵家人自居 岂不知 你们只是别人的白手套 一旦要脏到 他们自己手的时候 他们会毫不犹豫的 扔掉这个手套 那么现在呢 领袖都下了这样的命令呢 那么谁还能保你们呢 所以你们赶快表忠心 主子永远是主子 奴才你永远是奴才 你不要想着你哪一天变成主子 所以现在呢 看清楚形式的人呢 都将会像马化腾一样 马上交出他们的部分财富吧 实际在这两年呢 中共对这些富豪呢 一直都在悄悄打打 他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们所做的 习近平是不满意的 实际在去年马云遭到处罚以后呢 腾讯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姿态 他在今年的四月份呢 已经向中共呢 捐了五百亿 而且在他捐款之后呢 其他的富豪呢 也看到了这个风向不对 也纷纷呢 以这个慈善的方式啊 向中共捐款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外卖巨头 美团的董事长王信 向他的个人慈善机构 捐助了175亿人民币的股票 然后拼多多的创始人黄真 三月份呢 辞去了董事长职务 然后向教育基金会呢 捐助了120亿美元 然后这个美迪电器的何香健 还有恒大地产的许家印 分别向扶贫 医疗和文化项目 捐款约63亿元人民币 和24亿元人民币 小米董事长雷军 向小米基金 雷军基金会各捐赠了 3.08亿的股票 折合约142亿元的人民币 字节挑动抖音创始人张一鸣 向家乡福建龙园 捐赠32.5亿元人民币 这就是几个出名的企业家啊 另外呢 还有这个2021年 福布斯的这个百名富豪呀 一共捐款呢 多达245亿元人民币 比2020年呢 增幅达到了37%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些富豪呀 也是赶到了习近平的这种杀气 赶快呀 捐出财产保命 但是他们捐的够不够呢 我认为习近平是大大的不满意 因为啊 今年习近平面对的情况呀 比往年都严峻 以前全国的财政呢 还有那么五六个省呢 是政治 能向中央呢 提供这个财政支援 然后还有一部分省呢 是基本能自保吧 就是财政不足的呢 就是西部的一些省份 那么今年上半年 整个31个省份呢 只有上海有盈余 其他的全部都是亏损 那么这样的话 习近平哪有钱花呢 他要当世界老大 他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特别是这些亚非拉的 穷困兄弟的共同体 那他不撒币 人家咋跟着他混呢 对不对 那么他手上没有钱了 如果这些人都不认他了 他这个世界领袖咋当呢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很着急呀 钱呀 赶快把钱弄上来呀 所以呢 这就开始了这个大赌豪 当然习近平的大赌豪 那还是有法可疑的 所以呢 就有了这次 中央财经委员会上的 这个政策 就是让富人呀 捐出更多的财富 从现阶段来看啊 假如说只是局限在 这个富豪层面 那么与广大的中产呢 这个影响还不是很大 他可能在各省呢 也会列一些 这个重点的富人吧 他不会涉及到 这个普通的中小企业家的利益 这呢 也是我的一种美好愿望啊 就是你打土豪呢 就是真正的定义在 土豪这个层面 那你比方说 你中央就打这些 在福布斯的富豪榜上的富豪 对不对 那是你国家层面的 然后呢 你这个省上呢 就打你的省级的 排名投十名的富豪 那么仅仅到这个层面 我认为呢 跟普通人的影响呢 不是非常巨大 因为这些企业呢 也有一定的抗风险力 他这个背后呢 也有中共的官员在罩着 我想一般不会 把他赶尽啥绝的吧 假如说仅仅在这个层面上 可能对老百姓的影响还不大 但是如果他的这些钱 还不够我们伟大领袖习主席花 那怎么办呢 他就要深挖潜力呀 深开裁员呀 那么他可能就是要在那个 再分配上面 就是他说的那个第二个层面 使劲动脑筋 那么那个就会牵扯到 普通的老百姓 虽然中国有六亿人 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但是还有几亿人 月收入可能在三五千元嘛 那么跟这个一千元的比 那你是不是就成了小土豪了 成了小地主了 那么假如说把这个大土豪的波及面 波及到这个层面 那么对老百姓的影响是多么大 多少人辛辛苦苦 搞一个小生意 或者是努力工作 爬到了一个重要的岗位 月收入搞了一个五六千 或者是一两万 自己以为拥有了小资生活 那么现在在这个政策指导下 可能将会成为一个打击的对象 就是要让你们把这个多余的财富贡献出来 共产党的理念 可能经过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 很多人都忘了 共产党它能存在 它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实际现在很多人呢 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走的这个道路呢 当做是社会主义 实际这是标准的修正主义 它已经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初衷 那么假如说习近平真正的是不忘初心 那就会消灭私有制的 曾经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人就知道 那就是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当时就规定 那你家里头只能养五只鸡 五只鸡以下 那属于社会主义 你养了六只鸡 养了七只鸡 那六只跟七只就算资本主义 那就算你的私有财产了 对不对 你家里头你为什么养那么多只鸡 你养五只鸡 够你家吃个鸡蛋就行了吗 你为什么要养六只养七只呢 你是不是想把这个多余的鸡 或者这个鸡蛋拿出去卖 变成你的私有财产呢 对不对 这就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看清了这个啊 就会觉得呢 一旦重回了社会主义 那么你所谓的多余的财产 都会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 被割掉的 所以我所担心的就是 他这个运动的扩大化 假如说他景局现在这种 我们老百姓认为的绝对的富人层面 那个还好说 那么一旦这个运动扩大化 那么我想波及的人可能会有几亿人 你认为你有两套房子 你不叫富人 但是你要想多少人还没有房子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个怎么来调节呢 是不是把你多余的房子交给公家 让这个房管所 把它调节分给穷人去住呢 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 所以这个事情啊 随着他进一步的深化 可能就会把中国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走过的路呢 重走一遍 那么那个对中国来说啊 就是灾难性的 整个中国社会呢 将会变得跟这个朝鲜一样 甚至是不如朝鲜 因为这个朝鲜呢 毕竟是家庭下 它底下的百姓呢 最起码是金家的子民啊 但是中国呢 是一个统治集团 老百姓可不是他们的子民了 可是他们的韭菜了 他们会用各种办法来割这个韭菜 所以这个是我担心的 昨天我在那个节目里头说呢 我说为什么习近平的这次打土豪呢 一定会把中国打乱 因为呢 老百姓手上没有献钱 也就是有点房产 对不对 那么真正的有钱的呢 就是那个官员 实际只要在大陆做个生意的人啊 大家都知道 你赚的那个利润 有多少是无偿的贡献给了各级政府官员 那么这些人手上的财富 如果你中共把它搞不出来 中国呀 必定被你折腾的一塌糊涂 所以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那么这样来说呢 习近平现在已经把这个 依法打土豪这个号角呀 已经吹响了 那么这个也有这个土豪呀 像马化腾这样的积极响应了 那么现在就看余下的土豪怎么去表现 然后呢 我们最关心的是各级政府 要把这个打土豪运动呢 搞到多么的深入 最后呀 我还想说一下 实际我并不看好习近平的这个举措 因为现在的中共呀 已经不是流寇了 它已经不是像红军最初的时候 是全国各地流窜作案 那么当你是流寇的时候 你可以采取这种打土豪的办法 你把江西的土豪打完了 你可以跑到湖北去打 湖北的打盘了 你可以跑到湖南去打 那么那种情况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那么中共从1949年夺得江山以后 你就从流寇变成了作扣呀 你只有由这个稳定的财政收入 你这个政府才能运转下去 你现在习近平又拿出这种打土豪的办法 这个是适合流寇的办法 不适合你这种作扣的办法 你现在的这种打土豪 最终呢 是把你的税源给打完了 那把这些税源打完了 那怎么办呢 谁再继续给你交税呢 你就没有这种永续性了嘛 那么最后只能过那种很低层面的计划经济下的那种生活吧 所以呢 我非常不看好他这个举动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无论这个土豪怎么去打 最后都会牵挤到他自己的官员 因为现在所说的土豪都跟中共的官员啊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可以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 那么他这样去弄的话 也会引起底下很多官员的不满 最起码他们可能会消极代工 或者是跟你谎报军情 所以他这个事情啊 最后的结果呢 未必是他预想的那样子 最后可能就是把社会啊 搞得一团糟 而且呢 弄不到钱 我想呢 多一半可能会是这样的结果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